那接下来我还是要介绍一下 那个除了这个 呃认识数字 而认识数据 我想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要使用的是Power BI 所以麻烦你们可以跟着我 去做以下这个动作 就是Power BI 到底是什么 好了那 我建议我建议各位 先把所有视窗 都关掉 因为接下来跟着我做了 好 我做什么你们就可以跟着做什么 那我还会把那个步骤说明清楚 例如说一做什么二做什么 好 好 那首先我要介绍Power BI 是什么 那么就是大概大概我的上课方式大概就是 呃先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要讲解是Power BI 是什么 再接下来就是 呃透过操作的步骤让你们去了解这件事 好了 Power BI 是什么呢 那我想用那个网站上面的叙述来 用各位说明会比较好 所以首先 麻烦打开Chrome浏览器 所以麻烦请 点选你桌面桌面这边会有一个 Chrome浏览器 当然有人是用Edge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在搜寻引擎里面 输入Power BI 或者是他其实自动在网址这边 也可以输入好 网址也可以透过那个搜寻 呃 网址列其实结合了搜寻引擎的功能 好那就请你输入就是 刚刚一请打开Chrome浏览器 二请输入Power BI 第二个动作麻烦请输入Power BI 然后Enter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建议你们去查找 我比较喜欢看图片 好不过这边有10个中文字 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哪10个呢 第一个就是 资料视觉化 资料视觉化 什么叫资料视觉化 就是 我们把一大堆的数据变成一个统计图表 这就是资料视觉化 第二个 第二个 呃 互动是分析跑去哪里了 因为以前还有呈现 以前还有呈现 现在 现在这边都不呈现了 好吧 那我就只好点进去 哦有啦 下面一句不就是吗 互动式报表 互动式报表可以吗 就这10个字资料视觉化 互动式报表 什么叫互动式报表 互动式报表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 视觉 资料视觉化就有很多统计图表在上面 对不对 那图表跟图表之间可以互动 这就叫互动式报表 决定说什么叫互动可以知道吗 呃我左手边这一位帅哥 请问您贵姓 吴先生您好 那这就是互动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相对的我的视觉化报表里面 有很多张图啊 我点了第一张 例如说直条图 的某一个并某一个条 然后呢 我第二张折线图 他这边就直接跟着改变 好 那假设我第三张是圆形图 我点了圆形图的某一个 派 某一个 某一个区域 然后接下来呢 我 可以看到第一张直条图改变 第二张折线图跟着改变 这就是互动式报表 可以吗 好 不过我 非常希望说假设你们可以的话 最好是点图片 就是 就是当你要去了解他的时候 用图片来去 丰富你的想象空间 这是这是我的学习 给我告诉 就是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那种生物 我觉得生物很难念 尤其分身最难念 所以我一定要 就是我在准备资格考 我就要求我自己要画图 就是我画出来的图 要跟课本的图是一样 好 然后我这样我才知道 我才觉得说我 我背起来了 好 所以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哦 那个 不过真的分身实在太难念了 好 那你们 呃可以看到说 这些图告诉我们就是一堆的图 这就是资料视觉化 对不对 这这不是一堆的图在这边吗 我们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是要画这种一堆的图在这里 一堆的图 好 然后接下来 你看这都是一堆的图 这里面是不是一堆的图 一堆的图可以哦 好第一个 很多的资料 视觉化没问题哦 第二个就是当你点了点了这个 假设我现在哦 哎这一张这张比较 比较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象 当我点了这条最长的 通常都是点最长或第二长的 然后这其他每一张图表都跟着改变 就这这就是互动式可以哦 好 所以等一下 我们就要努力的先画出一堆的图 然后呢 其实是 谁在做互动式报表呢 是主管 对吧 好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努力的 先画出这个数据 也就是资料的 视觉化 好 所以这就是POWVI 没问题哦 两个最大的特色 那个 视觉化 通常我们会加视觉化分析 再来就是 互动式报表 好 接下来